一群网红和混混组成的超级踢馆团来踢馆 今天坐镇在管理的是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 安保刘辉野坐牧又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拿着摄像机的波兰人 居然成为他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踢馆者 这家伙的绰号叫波兰刺客 空机的水平也暴露出他的实力 一个波兰人居然成为了日本的格斗网红 刺客已经在后面做准备工作 我看这个身高臂长 银河和安保也是旗鼓相当 比赛规则两回合每回合两分钟 好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 刺客挑战安保 比赛开始 双花都在小心的试探 谁都没有轻易进攻 安保前四拳打中 刺客两个前列假动作加后直 后直 这个刺客真的有两把刷子 距离感可以看得出来 这家伙是个高手 双方开始了第一轮正面交锋 波兰刺客 这个绰号起的还是有点意思的 安保现在应该也是发现了他的实力 肯定要正视这个对手了 刺客一个后手拳打中安保 今天安保离会也不会翻车吧 安保离会也现在双手拉得很高 而且通过步伐来控制距离 安保前后直拳 哇这两拳非常漂亮 打中了 第二轮打在刺客的耳根上 刺客中拳后又给安保反击了一个后手摆拳 双方换拳不吃亏 这个刺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打完就摟爆 双方再次换拳 大家觉得这个波兰刺客 有没有职业的水平 我觉得应该是有了 好 现在第一回合还剩下30秒 高水平的对决就给人一种压迫感 双方换了个前直拳 看起来是波兰刺客吃亏啊 第一回合还剩下10秒钟 波兰刺客中了个后手拳 紧急着他又还了回去啊 而且一下还还他两个 好 现在第一回合时间到 兄弟们觉得第一回合随赢 如果交给我判的话 我可能会判他们平局 双方稍作休息 现在就开始打第二场 好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来看看这个K王冠军 安保刘慧也到底会不会翻车 哇 安保这个前次拳啊 真的帅啊 又快又准 这回合应该双方的节奏会更快 特别是安保刘慧也 刺客也点中了一拳 刺客现在压得打 但是安保并没有吃亏 刺客的前手好像受伤了啊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应该是安保的这一下把刺客的前手给打伤了 这一下打过实战的人应该都知道 经常会把这个手臂这里打伤 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 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但是当时是很疼的 大家看波兰刺客的这个鼻子这一块已经被打红了 安保说还有一分多钟还要不要打了 波兰刺客说那没事那我前手就不用了吧 这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啊 一只手和安保打 那么安保也不客气了啊 既然你上门挑战吃点亏也正常 波兰刺客用这个躲闪也可以躲在不少圈的 而且场地又大啊 可以到处跑 好 现在第二回合还剩下30秒钟 看格斗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看得出来啊 安保也不打算把他打成什么样 毕竟对手只有一只手了 所以最后想想看还是算了啊 还是没有进攻 要不然这个最后30秒我觉得还是可以KO他的 但是无论如何啊 这个波兰刺客的实力啊 也是有目共睹 绝对是安保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挑战者啊 和上一期的混混投资紧上 大家觉得谁厉害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见 这个小女孩还没断来 就走上了一台打拳 看着他有模有样的动作 是不是萌化了各位的心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 阴量级的泰拳比赛 自没打错啊 是阴耳的阴 小女孩叫丽拉 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才5岁 在看比赛之前 小白哥有一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下丽拉的生活背景 以及职业生涯 你们来猜猜丽拉的第一拳 能不能打得中 丽拉2014年出生在泰国 她是一名日泰昏雪儿 她老爸是一名泰拳运动员 开了一家泰拳馆 和她一起训练的这个个子高点的小女孩 叫雷米拉是她的警戒 丽拉从小耳濡目染 天天和男孩子打架 而且好胜心很强 打出了一定要打回去 姐妹俩人还上过泰国的综艺节目 而且还打出了一波精湛的拳腿组合 那么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丽拉5岁时候 打的这场比赛 你们猜丽拉的第一拳有没有打中 没错啊 第一拳打偏了 而且被对手小龙迎击拳打中 正所谓拳套越粉 打人越狠 丽拉心想 自从我出生以来 到现在五连时间 还没有人敢这样打过我 看我今天不削死你 看两个小朋友在上面打拳 还真的挺过瘾的 幼儿园的连进 干得大人们都不敢干的事情 这一波小龙进度都挺狠 丽拉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但是丽拉有着一股不服出的精神 照着小龙的脸就是左右开弓 丽拉把小龙打退 小龙的腿法练多了 我感觉他这个拳不如力浪 拳腿组合基本上没有 就是一个单击扫踢 加上两个小王八拳 我如果说这是史上连技最小 体重最轻的格斗比赛 不知道会不会不严谨 但就目前看来我是没有看过 比这个更小的比赛了 丽拉抱着小龙还想摔 但是没有成功 小龙开始凶狠的顶系 刚才吃了几个顶系 丽拉现在又上头了 丽拉前百圈打中 丽拉的组合拳再一次击中小龙 那么第一回合时间到 小龙妹子打完拳 中场休息 爸爸上去迎接 中场休息 喝水按摩 有模有样一样都不少 旁边给他做按摩的是他的姐姐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依然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 漂亮的前手拳打中 小龙出腿 丽拉躲掉就反击 非常的迅速 后面小龙这个教练笑的也不行了 拜托你的徒弟被人打 你还笑的这么开心 丽拉非常擅长 躲掉小龙的腿 然后再进攻 非常的快 非常的稳 小龙被打极了 开始接腿 趁着裁判拉开了间隙 丽拉又盖了他几拳 比赛开始 丽拉又开始冲向小龙 哇这个拳很重 该说不说啊 小龙也非常勇敢 你的拳头往前进攻 小龙心想 这场比赛关乎着男人的尊严 一定不能被打爆 更不能被打哭 好第二回合时间到 这是三回合 每回合两分钟 打过实战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还是很累的 姐姐给妹妹拉伸一下 那么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回合 丽拉的进攻更加的主动 逆拉七腿滑倒了一下 不服输的精神啊又来了 吃了亏就要打回去 丽拉非常的勇敢 勇往直前 小龙起腿 丽拉就打反击 丽拉的后直拳 屡次都击中 好三回合比赛终于打完 可以说是全程无要点 从头打到尾 打完比赛 丽拉的丽拉非常自信 喝了一口水 转身跑到对主的边角来上去了 非常的友善啊 没有仇恨 跑去安慰小哥哥 然后对方的教练 还给他喝了一口水 真的是太可爱了 萌化了几千万人的心 这场比赛的播放量 有几千万 也希望刷到这条视频的兄弟啊 点赞评论加转发 让更多的中国网友 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经纪的丽拉已经八岁多了 还是在坚持训练 我们也祝福这个小姑娘啊 可以无忧无虑的健康成长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